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又到了每個禮拜的改版資訊 今天3月27號韓版的改版可說是一個比較小幅度的調整 那當然除了有新的活動之外 最重要的是火妖終於有出頭天的一天了 它推出了一個新的技能叫做屬性之火 那這個技能可以讓火妖的攻擊力大幅的提升 後面會再跟大家一一來做說明喔 那最新的這個活動其實以前韓版就舉辦過類似的活動 那他們舉辦的地方都很喜歡選在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龍之谷的三叉路 那這個選擇地點基本上在韓服還可以 它可以這樣選 因為在韓服來說基本上很少工作室會選在龍之谷這邊掛 所以我們飛過來之後呢 現在目前這邊基本上是看不到什麼玩家 那韓服現在活動它就是每天的晚上時間 晚上時間是台灣的話是8點5分到8點10分 那如果說這個活動之後套用在台版上的話會是9點5分 台灣時間9點5分到9點10分 這5分鐘之內它會出現一個BOSS 它出現一個BOSS 那BOSS總共有6種它會隨機出一個 然後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再打更多的BOSS呢 你可以去製作系統裡面 然後在這個限定製作裡面找到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先後座的召喚卷軸 這個叫先後座的召喚卷軸 召喚球 它應該是召喚球 那這個的話這個是受祝福的先後座召喚球 那這兩個主要的差異是在它召喚的這個怪物有差別 像這個一般先後座的召喚球的話 它的製作費是1億天幣喔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貴 1億天幣 那它可以召喚的是在雅丁大陸上面的野外BOSS 任何一隻野外BOSS 然後這個的話召喚球啊 這個是祝福召喚球 它是可以召喚奧曼之塔裡面 任何一層樓 任何一層樓的這個BUFF 當然有可能召喚到 應該說也會召喚到一般的怪物 它是說明上面是說一般怪物 跟這個BOSS會一起出現的樣子 然後你要注意一下這個時間 它每天召喚的時間是這樣 10點10分到10點半之間 也就是說 剛才原本它的活動是 在這邊的活動原本是設計 10點5分到10點10分嘛 那也就是說 你要製作這個召喚球 你要製作這個召喚球的話 你必須在活動之後 才可以去召喚 那想當然啊 雖然說你花了這個錢去召喚 但有可能會 旁邊有敵盟的玩家來跟你搶這隻BOSS 也是有可能的 但這個都不排除 很多人期待很久的火腰改版 終於在這一次推出了 主要不是調整它的機體的特性 主要是加入了一個新的技能 這個是以前PC版也有推出過的 它叫做屬性之火 那這一招技能放了之後呢 它就可以增加它的這個傷害的倍率 好 傷害的攻擊力跟傷害的倍率 它是機率施放的 那怎麼取得的很簡單 我相信現在 呃 只要是老玩家 就是在天然來眼裡面 玩的一些實際的玩家 都很容易達到 反正只要去 找雪蒙商的人 然後花8萬塊的這個雪蒙幣 就可以輕鬆入手 我基本上算是沒有難度的一個一個技能 那學習的等級當然也 也就沒有那麼高啦 好 那相信學了這一招之後呢 對於火妖來說會有很大的這個幫助 雖然說 命中率來說 可能還是比較吃虧一點的 好但是 在攻擊力的部分 譬如說我們打架 這個 在有限的能力之內去打怪的話 我相信這個對現在的 玩火妖的玩家來說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那對於想要做金舞的玩家來說 韓服之前就已經開了一個活動 就是你可以透過一些捲軸 你可以透過一些密集 從藍部開始 藍部紅部跟紙部 你就可以來製作1到8張的這個 拉斯塔巴德的這個史書 你可以看到喔 最第一集的話 他是要30張的這個藍部 一直到最第八集 第八集是用一張紙部去做一個 第八章的這個史書 史書的篇章 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他是機率製作 所以這個非常難 那也可能是因為這個製作的關係啊 他其實難度非常高 以至於說 官方目前是把這個活動把它延期了 要不然原本是應該結束的 所以如果說有要挑戰的話 這個可以來試試看 成本非常高 這個成本非常高 所有的這個史書 通通都是這個機率製作 都是機率製作 要特別注意一下 在商城的部分 新增了兩個商品 主要兩種商品 一種是 賽尼斯的成長組合包 那他是陰海煞的 也就是說 他這裡面有一個 其中一個道具是 讓你獲得很多經驗值的 這個任務選手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 一樣是賽尼斯的成長組合包 但是他附的是 這個魔法娃娃 他就保底一張藍變 藍瓦 保底一張藍瓦 那除此之外 兩包他都會附上這個 呃 一個憑證 就是賽尼斯的憑證 還有賽尼斯的成長箱 那這個成長箱 當然是可以開出這個 呃 這個宙斯的成長藥水 讓你去獲得更多的經驗 然後 呃 降低這個任海煞祝福的消耗 那除此之外 剛才這邊少講了一個 他這邊還有附了 100個龍之鑽石 也就是說他這邊是有一個 任務卷軸 還有 100個龍之鑽石 讓你去使用 那 這兩包呢 他都會附上一個 叫做 賽尼斯的憑證 那這個憑證呢 他可以去兌換 一樣跟之前的那個 憑證效果一樣 他都可以來 來這邊去兌換這個 這個憑證的效果 這邊收集品 好 這些活動的活動限量 以上就是這一次韓版更新的四個部分 那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說想要收到韓版最新的更新消息的話 記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訂閱 按下喜歡 或者是旁邊的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